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选择了一次双忍的一个搭配 阿卡丽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记住 我回去会确认 就是这应该是春季赛 第17年的春季赛 唯一上场的一把阿卡丽 帮我们回到了那时候还刚做解说 那时候有一个西方的北美选手叫威斯拉斯 他的一个阿卡丽其实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那当然Dwin B我觉得个人特色很鲜明 你看他用的英雄吸血鬼 然后卡特他也是LPO里面中单比较少数会用的 然后还有这把的一个刺客本命的一位选手 但上一把被阿卡丽这种赛前我们说的话题太极 你看时光他用的是什么血月 后面就背了一个太极轮盆有没有 就一个R技能就直接让这种刺客 但是人家也是有伤害的好吗 打全场最高 对 人家那个原子弹轰的还是很给力的 对 那个全场应该是下周有机会竞选这个TOW 10 好 来看一下两支队伍再度的一个入场了 相信我觉得两支队伍都还是紧张 因为以两把比赛来说都是拿到优势的那一方的进攻节奏 忽然瞬间就压倒了比赛 当然第二把IMA其实是比较快速地就拿到了这个进攻权 QG是在对方的主动一波中路以后 拿到大龙以后才把比赛给确定胜利下来 对 而且上一局因为QG在第一局当中已经赢了 所以BP基本上是见招拆招吧 班人上面没有什么变化 就选人的时候藏了一手阿卡丽拿出来试验了一下 那这局估计会在班人上也会产生变化了 对 我觉得这一把其实有一个英雄会是这一把的一个焦点英雄 焦点英雄我觉得在进 两支队伍其实在这种主打上中野的一个队伍里面 有进的这一方在中期的一个先手权明显地高过对面 当然韩冰其实在今天这两支队伍都还没有用 这个队伍这个英雄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做一个开团英雄 那维鲁斯我觉得应该是放不太出来 好 阿龙是换上了Candy7 主注这边是没有做了一下更换 好 来看一下上场的Candy7 这个还蛮特别的 他们之前都是感觉成双成贵的更换 对 参团率是Candy7是比较特别的是 他的参团率是全部的AD选手里面的最高 来到了69.4的一个高点 但可能在伤害以及分军补刀上面都是落后的比较多的 我记得三名的QG的一个ADC 在分军补刀都是一个负10以上的 在20分钟的这个补刀都是负数 不是分军补刀 分军补刀是负数那有点恐怖 就20分钟的一个补刀差 怎么做到的 教一下我 感觉你现在是玄学结束 负的补刀 然后这队伍再度的来挑战第三局 那现在的一个局势还是比较扑朔迷离吧 因为这一把拿下来 我觉得会对于队伍进进后赛有很大很大的信心 对 而且这局QG换人 我觉得更多可能只是想改变一下气氛 毕竟刚刚说了一局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两个ADC其实在数据上 或者玩的英雄时尚也没有特别的偏好 QG一样在蓝色方 首奔是连续两场第三场的一个杰拉 MA这边红色方 现在有教练是考量了比较久 因为红色方的确连续两把的变化都是在于他们 另外一边都是丢同样的三次奔角出来 而且底牌已经亮了嘛 两边都互相亮了 大概也知道这局BP上肯定要产生一些变化 然后MA现在做一个比较酷的一个BP有一些问题 就待会红色就这把 走一个类似第一把的一个变化 然后红色方 就第一是考量放什么英雄给对面 然后第二就是我首想吸血鬼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 整个比赛又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你题目就反过来 就变得是DWINB要拿一只英雄来打吸血鬼 主要是我觉得这局QG在蓝色方还会不会陷入这种 被对方搬了一个版本尝试打野 然后自己大概选一个盲森出来赌一下的这种局面 因为你一选只能选一个英雄 对面要是把两只搬掉一只 那你如果选这个的话 对面可能交换两只 你觉得划不划算 暂且我觉得上一把盲森 我觉得并没有比格雷福斯落到 就是上一把的问题点 我觉得在于整体的阵容被克制 而不是盲森上一把 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劣势 我觉得是在于他的定位吧 就他还是要打一个顺风局 才能承担输输的责任 刚才那局选到这种整体来说 就感觉后面空有控制 好像路也能空 但肾也能空 但输输有点不太高 我会认为上一把 其实输出不够的问题点 会取决于在提早地 被对方进入一个抱团期 泰坦参战 你看如果在没有泰坦 对方4.5秒传送到来的之前 就以下路 中路 以及打野这四个英雄放起来 其实左边的伤害是爆表 但对方多了一条命 这是一个问题 对面好像就有一个更好的塔姆 是一个复活型的塔姆 两边选手似乎出现 一些设备上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重新 设置上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重开VP 再度地进入VP 那两边的VP阶段 只有在第一手捷拉而已 所以也没有影响的太多 这应该也不会改变了 当然我觉得 其实VP两把的格雷福斯 打的都还算不错吧 因为上一周的采访 我觉得最有趣的话题也在于 对于艾妹来说 就是AJ直接说VP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替补的打野的 有一个上一季 在韩国SPANU效力的Flolex的打野 但目前没有上场 我们重新进入VP 艾妹第一手是锐智 锐智妖姬 我觉得两只应该都不会放 QG则是改变了 把男枪给变掉了 的确像小妍所说的 不想让打野陷入这种二选一的一个问题 二选一的话 我觉得可能他们作为蓝色方一拳 不是特别优势 因为两边可能在红色方都会有一个counter 但在蓝色方一抢的时候 这个英雄能不能打出效果 这一手我觉得可以 可以BAN一个 KARMA 我觉得或许是不错 KARMABAN掉的话 对面就会陷入一个 要放你狮子狗 或者是放你近的一个问题 的确QGBAN的一个KARMA 那艾妹这一手 而且说不定QG可以都不要BAN 对 这局就改变策略了 就是不放在后者选了 反正我的这局准备的底盘 应该你也都知道了 如果你有英雄这一轮不搬的话 我就前三种先选了 这一手BAN的吸血鬼我觉得不错 虽然我刚刚说的那个是 很令人很跳动的 而SINA拿吸血鬼 但是如果他没有准备好 还是BAN是这个 那两边就互相伤害嘛 对吧 QG这应该近后 维鲁斯 我忘了维鲁斯了 我们刚刚在左边 因为维鲁斯一直都BAN掉 所以忘了把QG有一首维鲁斯 这边放的是维鲁斯 我在心里就观察他们这几个英雄的时候 我都已经默认把维鲁斯 肯定放在BAN list里面 对 维鲁斯BAN掉的话 那艾妹这边是想 你有维鲁斯 我可能能可以有一个进 那保一首泰坦 泰坦这么优先提选出来 我觉得也是只有艾妹做得到了 在上单零吃BAN的情况下 拿泰坦 毕竟这个英雄就是上手难度 会相对低一点了 虽然说对于艾妹是更加有特殊意义 但是QG这边应该也会玩就是了 你不选也很有可能会被别人选走 拿了一首露露 露露这么早选下来 扇子巴 杰拉 露露都已经没了 对 选一首还是保一下双人线的一个对线 如果被对方选到这种 露露加上维鲁斯的话 可能双人线会非常的难受 这把艾妹其实是有女警的 但维鲁斯在这个时代应该是 基本上韩国联赛是看不到这个英雄的身影 他的伤害在中期太强了 对 就看这边QG是要把 打野还是中单限量了 肯定要抢一个位置 但是剩下那个人可能就要扛后面几个班了 自己想拿的英雄不一定拿得到 对吧 这一首 其实我觉得选中单或许对于QG来说可以 但我觉得WinB对于日野英雄是有自信 选择芒森 因为相对芒森跟卡兹克 自己选择威鲁斯的时候 芒森的威胁反而会大一点 是 卡兹克这种英雄进场 对威鲁斯的威胁没那么大 而且你这边选个卡兹克 你看一下对面的阵容 一个泰坦加上露露 不是我觉得很绝望吗 进场就要 就你是要打出的 芒森只需要那一脚踢出来就行了 两边是非对位选人 一边会针对对面的上单 另外一边可以针对中单跟ADC去做一些发挥 前一局发挥好的英雄 如果放到后面选 基本上在第二轮肯定是见不到了 这场时光也没了 看艾妹最后一个是留给上单 还是搬一手吸射鬼之类的 但这个时光被人很有询问 既然没了的时候 那你要不要变我阿卡丽 如果你对我阿卡丽这个秘密武器的一个解答 叫做时光 没办 因为这局可能觉得自己控制足够 还是有办法限制一下你了 另外一边 女警或是静有没有按一支 保一下自己双人线的优势是比较大 还是把发条给奔了 对方一选位 雅连娜的发条 其实胜率在RUNK里面表现出来也是相当高的 这一手是把劲给拿下来 对方其实还是有这种战术可能性的 我们说有可能性 就是对方可以把劲拳下来 然后让威鲁斯打中单 但在这个版本来说是比较少 放在放在艾妹这边好像更加可心一点 因为阿填兰以前的威鲁斯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QG则是再度的使用吸血鬼 如果说一边的幸运英雄是泰坦的话 那对于QG来说就是这一手吸血鬼了 胜率100% 上路胜没了 两场都是他出的 对 对面又是个泰坦 不必要拿一个九筒 第一手的Bobby打得也不错 其实也差不多的效果 就是打伞对面的阵型 同时有一些绕后的机会 好QG的阵容已经确定 那看一下阿填兰要拿什么样的英雄来对抗吸血鬼 李军是连续三把的艾妹 比较少见的名留给上单的Counter 留给了中单 第一把是用蛇女 最后一把要用卡萨丁 卡萨丁英雄确认了阵容上面 两个收割型英雄 艾妹其实是一个很突脸的一个阵容 这个阵容其实不拉打的 这个阵容拉打的能力其实一般 但是对面有一个纳美 就也是一个打反手的英雄 而且Bobby还留了一个大 其实有维鲁斯有纳美的话 这两个反手英雄会让艾妹的进场 必须要考虑的比较多 而且我认为选择一个卡萨丁 在艾妹这个阵容里面 比较大的缺点是不能给卡比优势 因为他们在处理波比上面 这两个英雄都不是那么的厉害 对 他主要可能考虑到 就是因为第一局确实蛇女动起来 和吸血鬼动起来 差距有点大 然后频率也没有对方高 这局选了一个可能能更好的支援队友了 打得更加整体一点 那这一把的两边阵容看完以后 QG其实他们的问题 应该是怎么样去保住维鲁斯 保住Kandy7 因为这一把对对方 其实对于维鲁斯的威胁其实挺大 而且维鲁斯这个英雄 既然放出来了 就肯定会成为对局的焦点 暧昧是改变了蛮多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阵容 不是说他们不脱后 而是他们变成一个 转手为弓的一个阵容 可能上一把 毕竟也是在主动进攻的 是 状态下面拿下了一个胜利 AJ再度地拿下泰坦 而且是红色方一选泰坦 但这把其实卡兹克 比较有机会发挥的也是 我们刚刚提到在第一把比赛的时候 提到就是 狮子狗跟Lulu的一个 男枪跟Lulu的搭配 其实对上卡兹克 一样是可以帮助卡兹克 拿到一定的进场的一个坦度 坦度其实就已经有 泰坦提供了 已经足够了 但他要进场还是要避免 就是因为这种 卡兹克这种英雄 很容易不小心就吃到 给他更多的操作空间 吃到吸血鬼的AOE 莫名其妙就没血了 或者是开战前被 维鲁斯Q到一两下 他的进场空间就变得很小了 我们进入了QG对上 艾妹的决战局 感觉赶快上去操作一下 都喊你加油了 你还不去放个眼 好我也放一个 你放一遍我放一遍好吧 你当峡谷先锋 我当第一条小龙好吧 为什么 因为峡谷先锋比较不容易被杀 小龙比较容易被杀 可以可以 看一下基石天赋的部分 QG这边 你这有点没道理 QG是最喜欢杀峡谷先锋的 你这个例子举得好没有说服力 两边这把比赛 我觉得相对于到了第三局 可能会更在紧续一点 说实话前期 都不想前期突然就崩了 但就越是在这种时候 谁越大胆地敢去做尝试 我觉得就对于这个队伍来说 就算他失败了 我也会由衷地佩服 对 但是到BO3的时候 其实很少有E集团搞事的 可能会在前面尝试一下 如果有设计准备的话 可是你真的要说 就是不是我个人要崇尚LC 可是这个区域 我个人建议是要去反逻辑思考的 因为很长时候 别人觉得你不会 韩国联赛是决胜局的时候 给你搞一集团 或者是偷一个 忽然就偷一个黑科技 你想想看Rossack那时候 他也说了 女将这个东西 他们只有团练训练过 但他们不知道这个辅助 到底能不能在决胜局 或者是已经被逼到赛点的时候 派出用场 但这两个队 已经在中间第二局亮了 我们也不是没有准备的 这一件感觉有点歪 C7感觉是预判对面的一个走位 但金角其实是动都没动 这两个人一个都没耗到的话 确实还是有一点亏了 主要他也没射兵 他往空气的方向射了一个剑 威慑一下 如果对面打野有寡妇的话 我只能强行说他在射寡妇 我下路打得很凶 虚弱硬套 弱了就这样 QAAA除治疗 闪现金角 以一个最后一枪的低语 差一点要暴死C7 这场要不是你选了一个带治疗的辅助 感觉这线上要被打炸了 但是Clayer这边的蹲点 对于艾梅来说也是要小心的 因为金角现在是没有闪现 虽然手握治疗 弱的也没有虚弱去 限制有一个红buff的忙身过来 感觉非常有诱惑力的一个维鲁斯 看上霍波上 走上来先顿了一下眼 阿里的QG没有打到 金角已经先交伞 这边粘上来Q竞争打到 但金角剩下最后100滴写 惠珍还利用W打了一下Clip 因为南枪也来了 Bembo也来了 不好意思 他不是南枪 他是一个卡兹克 他连续两把南枪 我看到他就想到南枪 他是一个卡兹克 这边如果是南枪进来的话 可能还可以打一点伤害 堂堂前面六级前实在太弱了 对 刚才那个水泡要中了 还有点机会 不过也是帮下路缓解了一波压力吧 两边的双招都焦光了 紫强弱得留一个闪线 中间的话 塔萨丁这个英雄肯定 前期还是要难受一点的 结果被压回家了 要交传送了应该 对 拿来补线 但面对吸血鬼 他交传送补线 我觉得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不是那种 你交完对面六级 可能就会让你下路出事的那种英雄 比如说炎券 你交完这个传送 下路就开始瑟瑟发抖了 刚才下路还拼得这么凶是吗 技能都焦光了 对 利用河道蟹 来保持一下下路的一个视野 因为暧昧这个组合感觉 这个角度不太好干 在对线上面是 有一些小优势 中路这一波回去 Athena补的是一个黑暗玉玺 应该对硬币这一场吸血鬼 就是黑暗玉玺出门了 这也是少数LPO中单里面 可能会这样出门的一个选手 是 可能他这局对着卡萨丁嘛 觉得前期无压力 是了 想了一想 这边是卡萨丁加弹劳 独音笔就大胆地说了一句 我这波必不可能死 这个要是死了 估计队友有点崩 那很难啊 你要这个卡萨丁加一个卡资格 要怎么杀 对 不主动进来跟你对抗的一个独音笔 他有W有伞 有一个急跑加伞线 下路又要来尝试 两边都在瞄准 下路没有闪现 本身不带位移能力的ADC 虽然M这边的话 其实下路的视野也是之前就布了很多 但是对方一直是在扣线 没什么机会 而且这边维鲁斯的补刀 现在还是有些领先的 反倒是金角这边的一个补刀 因为同时要压人 那抢到兵线权 三角里面利用一个 守 守卫看一下对面三角 从着一个视野抱 持住以后 现在就可以开始频繁的压线 两边上单都已经交过传送 但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差的 对卡比是比较慢用这个传送 也像先上到六级 代表AJ会先把传送赚好 跟中路的尔丁娜的一个传送 其实时间差的不多 这个双DP对于艾美来说 前期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 的一个配合 但是以对方这个双热路的线路来说 感觉除非你想选择一波强行跃塔 否则击杀的机会好像不是很大 因为你已经把三角草的视野 给抢占了 这两个人也瑟瑟发抖 我不敢出去 基本上兵线就空在那了 上六以后 我觉得QG会想要主动尝试一波的 就是在这种地方压的时候 维鲁斯的大招配合盲森到来的时候 这时候一个双TP就能做比较有效的反对 反制 下半部的视野 艾美是做得比较好 太坦过来做了一轮比较深的视野 对 这轮是做在对方篮区 卡兹克的刷野速度也慢慢提升 盲森的刷野速度要相对的会往下掉 以现在内部的这个视野 如果 可以的要选择干客的话 好像真的要走一些非常规的路向 两边感觉都不想来中路 这两个中路都 尔森娜也上到六级 王森前面六级 前面打一个闪线 现在来中路打击杀机会就不多了 过来可以逼卡莎丁的位置去 耗中路的塔的血量是可以的 上路这边卡比打得好凶啊 AJ正面直接被打出勾 那这边的话太坦的传送刚刚好 又要交了 现在又要回家了 是的 只能说卡比在对线上面 第三把比赛有一手手 对 很有一手 感觉这个巨神兵跟平常的巨神兵不一样 不传送上线了 下路搞一波真的要变他 这就是暧昧 卡扎丁这波是推不动 所以4加2 4加2 这边是有双招 这波大招先击飞 一个一条龙 两个人一起飞 最后是金角拿下人头 弱的也是完美的帮助队伍扛塔 拿下了这个双杀 这个传送差还是打出来了 AJ就是这样的选手 强切牺牲自己帮队友打出一波 我好像打不过了 怎么办 看一下下路 你们兵线可以吗 能不能越 打野在不在 好 我们越吧 是 就下去了 只是中单比较少 没啥什么事 对 这波中单跑不动是正常的 对 传送没好嘛 而且就算他传过去 可能中路线也要被推一大波 对 这波一斜塔对于 艾美来说还是很赚 两颗人头加一斜塔 这场AZINA也是跟那局时光差不多 反正我也不指望前中去干什么事了 我就先发给我自己的传送交代线上 中后期团战有作用就行了 这波唯一对于QG来说能做的更好 就是盲森提早在下路 但他的视野已经被这边给强制住 而且刚刚也去刷光 所以盲森如果在下路等 他刚才打那个蓝buff好像是被看到了 因为不是泰坦去做了一轮很深的视野吗 对 然后就这么的天时地地人和 自己的波比还在线上把泰坦给押回家 所以如果你想想看正常的对线 两边血量上单都55波 然后忽然卡比看到了一个AZ往后走 然后再回程 他一定会跟下路说你们现在这个塔 对 但他是把他打回家了 所以在卡比的视角里面 对可能也觉得AZ就是回家 然后会传送上来 带AZ去下路 而且打了一个月塔 带塔带龙带一血一血塔 对于艾妹来说这个前期节奏 是挺不错的 十分钟以内 龙QG反应的时间也稍微慢了一些 嗯 嗯 现在有了这个万世吹花石以后 Synia的卡萨丁在中路就开始慢慢变得比较舒服了 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卡萨丁放去边路以后 比时光更安全 对 这一场就看QG的卡比能不能在太坦还有将近一半左右的一个TP时间找到一个机会了 但难的点在于下路劣势只有上路一条优势线可能要比较好的就是在红区里面找机会 而且下路那一波艾妹跃得很成功 他们是没有交到任何一个散线去跃的 这对于QG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 因为好像是QG的双刃路也觉得自己死定了 也没交招 这上路下路其实现在QG的兵线都是压制的 而且也进去做了一些相当深入的视野 看下一波的话是冲着这个下路还是中路动手 下路一个卡萨丁不太好抓 但是中路这边这几个人一直在线上远处清兵的话 你想推这个台行业有点困难 要看维鲁斯的技能精准度 我觉得天地生留的这个散线其实是可以尝试 在对方服役也在争夺 边自家野区守护视野 保生太坦发育拳的情况下直接一个散线打 配合盲生还有纳美 这波去抓对方的金角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当然金角这个也是有散线 所以两边的AD要比一下自己的反应速度 这波要做的是过来帮助保护一下金角强推线 金角应该是身上有可以和悠梦的一个金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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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路发育 QG现在可能反而是把节奏给放缓的那一方 对 因为他们有个维鲁斯嘛 他本身就是还要叠那个 女神之类 对 叠的也没有Easy快 只要他Q技能到9级满级 然后就开始可以在中路 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poke能力 N4也是进化了W 现在螳螂比较多都是W1 在做一个前两级的进化 Q技能的一个对孤立目标的一个返环削弱的是比较有感的 这也让螳螂在这几个版本来说失宠 主要对于以前那个版本对于史诗级也快 他的一个速度太快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还跟现在主流的这两个在同一个级别 现在可能就沦落到T2的级别 这一把盲森其实在刷野的一个速度上面 反而比螳螂快很多 而且我觉得对面这个换了线之后 他也挺尴尬的 因为中路线太短了 他想弘旋踢其实也比较困难 下路这个卡他的音是不太会踢的了 这个踢的也没有用 他又爬回去了 对面这个换前把自己的双人路发育 起码是保障了一点 其实前期虽然别看IM推线的推迪中 但其实QG的补到领先 大概十几二十个 现在补到追回来了 如果我们来讨论一下BP 在这个时间段两边 现在看一下IM其实是有聚集中路抱团的一个异味 是 还是 AZ又落过来了 这边是用泰坦自身的一个位置去压对面压力 而且是位移成功了 卡比刚刚这个衣镜的差点把他推回来 可以的被带回很远的位置 赶紧闪现回来 但是静也已经找到一个45度的位置 在那边海浪直接卷掉 第四发并没有出来 DWINB在正面 大招 大招了两个人 打了一波伤害 但是还是不足以杀掉 这边弱的 卡比一个闪现的壁咚 但这个大招好像没有接好 嗯 被他闪出去了 两个技能 两边技能互换以后 QG这一波的技能交掉的是自己的上野 是 这血量也不足以支撑再继续了 下路的兵线也需要有人去处理 除了两个远程的一个射手的一个蓝号都不太够了 所以 感觉打得很激烈 但是伤害都没有出来 因为伤害是靠着维鲁斯跟静在打的 对 因为他们第一波集火的目标都是那种不太好杀的人 对 一边是泰坦进来卖身了一点 但是也走掉了 另外一边是盲森 又很灵活 主要AJ那个QG呢 有勾到 如果他没有勾到被波比直接壁咚下去的话 那可能AJ要不好走了 是 刚刚那个W 有一种 不想让的感觉 他可能不知道Athena这个伤害这么高 只是说看起来那个W以后有可能会跟Athena一波 习惯了 打乱的习惯 RQ W的爆发 重叠在一起 就不小心把这个篮给拿了 两边的一个ADC的发育 目前算是平起平坐 因为金角这边有一刻二刻的一个收入 那这局维鲁斯的动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了 现在有幽默 那时间段上面来说 维鲁斯现在打后排很疼很疼的 就基本上只有对泰坦伤害量比较低 对方四个人射谁都行 但也得看技能精准度 对 对面首先有一些英雄比较灵活 再加上第一条又拿了个蜂龙 现在第二条又是个蜂龙 因为今天的一个对于龙的控制欲望是非常高的 拿了相当多 主要也在于几把游戏里面他们对于下路的优势都有把握住 第二把跟第三把中 通常是要么卡时间差要么QG根本就没有反应 QG这波的确是想配合维鲁斯9级的一个强势器来压 QG能打到 这一下打到了 打到半血 但AJ就牺牲了我边线发育的权力了 直接来中路这边站在你面前 让维鲁斯拉弓 时间都要心情胆跳 这个时候波比先去处理下路的兵线 有机会威胁一下这个伊塔 这边的中路已经回了一个人吗 毕竟 其实唐娅没回 他去也去打野了 而且泰坦也是去帮忙打这个红 因为光 唐娅掉血掉的比较多 那下路这边等于是要被拨比白带一座塔吗 艾梅这边毕竟要做出反应 你毕竟有个人被耗残了 对啊 还是要付出点代价 分一个人过来 那可能中路就再多被点几下 对 但好处是他们有两个TP 所以给卡萨丁来做一个防守 如果中路真的开起来的话 卡萨丁作为一个后进场的一个收割者 是没有问题的 看这个塔有多少血 差不多一半 右边 卡比跟 可以的给右侧压力 对比在正面 怕被泰坦给留住 已经被逼出了W 反手这一键 没有射中 可惜这一波其实 以维鲁斯的一个角度来说 他一定要射到的是近 把近给射惨的话 其实艾梅就不好防守 是 实际上看到一个波比 打一套 波比其实也不太想理他 看这场基本上 这整个BO3 我要死了 QG真的很爱吃狭鬼圈 是 这个狭鬼圈我感觉是要给到DW了 就感觉他们这场 就跟其他的队伍有点很不一样 别的队伍可能对小龙的争责用 比较强烈 基本上都会有小龙团 这个BO3感觉 基本上没怎么见过小龙团 前面的一个战是 你拿你的我拿我的 对 通常都是月塔 第二把的时候 其实是QG的一个阵容 比较凶 都在打下路月塔击杀 要不然就是大龙这边出事 今天如果有那种交战乐点的话 感觉小龙今天是比较 孤单的 对 比较失宠 你奇怪 平常都很多队伍 队伍很爱的 今天怎么都没有人要来了 今天很受伤 对 反倒是峡谷圈锋今天很开心 被杀了还很开心吗 至少有存在感 说的也有道理 你想想看 一场BO3下来 没有他的尽头 要是我觉得这比死亡更难看 中路QG上一波的一个牙齿 被艾妹给守住 对于QG来说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消息 因为 虽然后期你有吸血鬼 但对方也有卡萨丁 点在于 盲森在后期团战的一个发挥 跟螳螂 螳螂到后面有装备以后 等于多了一个输出点 但这局以目前的局势来看 应该就是要到打团战了 而且你前期的时候 博比的优势在于 坦度比泰坦高 虽然开团的难易度上面 比泰坦难 但到后面 其实坦克的坦度 在面对一个六神庄的双C的时候 这个坦度其实在 英雄联盟场游戏的设计里面 这个坦度是在后面 五用五之地的 当然我们不提这种 有大招减伤的这种 这种英雄 你在指谁 感觉有人 膝盖重了一件 这个版面也是被削了吗 没削到他大招 但他相对笨重 这只英雄相对笨重 大龙已经 升了 这场很有可能会 进行到大龙 大龙团的争夺 果然这场第三局 两边都谨慎了许多 都没有像我说的 出现那种什么 维鲁斯闪现大招啊 是 你看禁止在这把也 都没有随便开大了 对 因为对于金角来说 现在开大如果没有打出成果的话 被对面的前排 无伤地挡掉 他们中路的压力就很大 维鲁斯现在Q技能 你打在金角身上 伤害还是挺足的 刚号到了一箭 然后下路这边 波比又是推过去了一箭 但强行想推这个台 就不太可能 艾妹想开了 这边 泰坦是已经 诺基勒斯已经传送过来 双传送 强加你的中路 可怜这边看到了一个位置 AJ闪现 硬大 四个人飞起来 对蜜被逼出了一个W 反手纳美的海乐 还又抓到了 但是卡比这边也进来了 A在身上是先被Q1给命中 而现在的位置有点危险 利用R散 加上露露的一个大招 往右侧 拉着吸血鬼对面 这时候进场 徐洛套下来 露露生下一丝丝血量 刚刚是金角给了一口之聊 最不暧昧地主动开团 虽然泰坦进场 是成功地做出控制 但后续的伤害感觉没有跟上 这还是挺难成功的 对方的反手技能太多了 那这样就变得QG的一个压之旗 卡比在前面转取他的锯锤 压一下 但没有小拼 所以这波KT7没有点塔的机会 那看起来QG有两个选择 现在压中路外塔 或者是等一下待会30秒重生了火龙 30秒好像有点久 艾妹应该来得及 回补状态出来 那QG这样反而有点尴尬了 现在吸血鬼没有太多的时间回城 30秒肯定够 从家里跑到这个小龙 大概就只需要正常来说了 不加速可能都只要20秒左右 那现在剩10秒 他还在堵回城 那吸血鬼会慢到 艾妹会不会果断地做火龙呢 我刚才说的是艾妹这边 艾妹这边 我说就是艾妹回了 所以QG来不及了 对 的确是艾妹先打 那就看QG 现在能看可以的了 有没有梦想的少年 但前面其实是没有火龙血量 而且对面很安全地把龙给拉开 虽然维鲁斯尝试一个Q 但是BEN4这边是有承接的 还是稳一点 也不给你承接的机会呢 那这波其实QG 虽然没有被艾妹开成功 但就看这个中塔能不能压掉了 打在卡比身上 的确这时候卡比的坦度 波比有点无解 在自己双膝都没有任何穿透的时候 就卡比鲁斯了 现在看能不能再耗一下 这一剑吧 太太给几飞做得不错 那就有机会拿卡 那剩下人赶上了 对 一个火龙换了一个中塔 对于QG来说 我觉得这个交换就是能接受 因为他们的阵容很急于 要把这个中塔给打掉 这个中塔解放会给卡比更多的一个 在对方红区视野进场的一个压力 对 只是给绕后的英雄一些压力嘛 对 包括盲森也是的 如果有这个中塔就很容易被看到了 好QG这把好大胆的一个大龙尝试 打得不是非常快 唐环也是到了 但是大龙增加5000多滴血 这波是知道对面的双TP不在 竟已经开启大招 DWB先在外面想要击杀BANFO 没用了糖 进化了翅膀以后往外跳掉 但卡比这边黏上了AJ 冰拳的一个缓速配上DWB的一个伤害 AJ反手一个大招 让DWB不能再继续做追击 KT7拉了一个穿刺之箭 这一箭短了一点 并没有射到后面的两个人 进去这一波的大龙尝试 是可惜 伤害量不太足够 一个阵容的问题 你是一个非攻速流的维鲁斯 跟一个吸血鬼 打大龙的速度一般 最后没有把那个螳螂给留下了 螳螂11级已经进化了翅膀了 对 跳得比较远 如果留下了可能可以强行赌一下 赌一波 如果留下的话 其实Bobby跟芒森两个人的配合 坦大龙是很好的一个坦大龙的一个组合 就可以再继续地打大龙逼对方过来 对 因为近的大招已经刚才交过了 对 现在大家还是比较谨慎的 其实感觉到对面过来了之后 还是不会强行去坦这个大龙 先打人 先打团为主 那艾妹的两个双膝的装备在发育中啊 现在金角下一剑我可以 我认为可以直接出一个最后轻率了 Cina这边下一剑也有可能直接掏虚空 或者是她选择直接出高AP的装备去对后排给压力 就放弃打泰坦 打波比 至少这么早就出了一个无药 是选择要一直去带线吗 看起来刚才那波已经被缓解了 是比较大的压力的一波 因为没有传送 不过赶过来的还算及时 那QG这个阵容不太可能往二塔压 她认为往二塔压 对面一个双船 又像刚刚这样子双夹进来的话 在二塔这个位置可能会退不掉 两边就在QG的第一波攻势 接下来拿下外塔以后转大龙 未果的情况下又回到了一个发育时间 其实这一波两边的一个技能都还蛮足的 就看谁有比较主动的一个想法 就是想再过来排一轮事业 再尝试一下吗 但现在的MH1是有双团送的 如果QG在开大龙的状态下面 被对方包夹的话 其实也是有点危险 QG的一个考量要做的比较缜 如果反一下F6 红区事业其实做的挺深 重路这边刚刚应该是Candy7 给了Virus 给了Ben4一件 对 但其实这局节奏相当于前两局是慢太多了 两边都在等一波关键团 这个大龙 很烫手啊 两个人都想 两边都想要 但都没有把握 这样打得现在太军事了 但MH1现在可能还要去更多的去偏发育一点 对面他们对你看对方中路外塔的一个想法都很小 所以你对方中路外塔没有拔掉 你想主动的去打这个大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现在就是看QG能在这段时间利用这个外塔 以及红区的视野给对面多少的压力 能不能抓到一次关键的人 就刚刚打掉的是一个Ben4的闪现 这段时间如果能抓到螳螂的话 对他们来说就很钻了 要么就是在野区能有抓到的机会嘛 要么就是可能是一波突然的消耗导致了开团 有维吾斯还是要把R技能给用好 就现在看到螳螂射中的话 只要有偷偷在旁边 很有可能可以直接把螳螂给秒了 但是螳螂的闪现快要转好了 就不要怕空大 空大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套一句就是主播常 英雄联盟主播常说的话嘛 你大决放了也不会生利息 早上找CD是吧 早用找CD 那两边的ADC的一个开团大招 在这把比赛里面 我们目前看到不超过三次吧 小龙现在也要刷了 前面来说QG对小龙的欲望比较低 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是比较想迫切的 打一波优势团的 他还妹其实是很开心看到你现在这样跟我发育的 对所以感觉QG可能要稍微急一点 这波下路的兵线 都应必须利用爆裂果实回到下塔 那艾妹又有机会先打这条土龙 对因为这局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这局太军事了 如果对方拖到那种远古龙的时候 你大龙和远古龙抉择就相当困难了 而且属性上面对于艾妹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啊 两条风一火一火 虽然是一个比较杂的套餐 看起来是想打的 但是土龙回血了 所以会给了DUINB进场的一个机会 龙被打掉了 龙被Cleaner给打掉了 而且Benvo这个位置是跳离了跟队友隔开了 对但露露在她领走前给了一个大招 露露在左边这边被留住了 静终于找到一个位置开举 但队友帮忙挡住一丝血的DUINB Benvo在后面应该是打了一下F6嘛 回了一些血以后要走 但这一脚被Cleaner给踢到 Cleaner黏上拍了一下地板 缓住了Benvo以后传送过来的是 对方的一个AJ 但传送到来之前 KDT已经拿下了人头 反而是AJ被五个人包夹 这一波波笔在把他壁咚在河岸上面 最后DUINB拿下了这颗人头 暧昧这一波血亏 而且大龙的压力现在就很大了 打野阵亡 上单的坦克不在 只剩下两个双C 这波禁好像过来的时候也没办法了 欧欣娜这边先进来 但DUINB出来把对方给压走 看一下大龙的血量 剩下4000 这一棒垂走的禁 只剩下卡扎丁 卡扎丁判断自己完全没波波 阻止以后QG就在救赎之关落下的前一刻 把大龙给拿下来 两边的僵持在30分钟瞬间打破 就是一波团的事情 哪边赢了团 这个局势瞬间就清醒了 但我必须说 暧昧这个失误 有点大事 这个龙回血 给了 他们的想法是 我要拉出来第一防止盲身下来抢 第二是防止 我的队员在龙池里面 打完龙以后被对面吸血鬼直接封住这个龙孔 但他们在拉的过程中 没有注意到这个龙的一个耐心值 然后让龙回血 也造成了盲身下来抢掉还是小事 最后跟对方交战的结果 因为想保一下留在龙池里面要惩戒的BANFOR 弱的留在了一个危险的位置 被对面威鲁布斯给开刀 弱的一倒以后 右边开打 然后左边那边BANFOR又走得慢 被盲身给黏住 AJ交了一个传送 这一连串真的是 古鲁娃961 对 差不多 就是正面那个 露露死了 可能还不是最关键的 但后续盲松的技能很准 追上了这个堂壤 再加上上单又舍不得卖掉绝德队友 又送了一个 那这一勾 AJ勾到了DWINB 但DWINB是有写词 先利用W回升 再用一个星红充斥 配上救助之光 血量瞬间就回满了 成长应该是有绿甲的 回了570点的一个救赎 AJ这一波 还是被对方摆打了半条血 很勇敢地走过去点了一下卡比 但塔打在波比身上 好像不掉血 这一个肥皂 就直接把塔的血量给吸收 伤害给吸收掉了 就卡扎丁在旁边 OB了半天也没有办法 好像没有进场的机会 现在现在右边一个BENFALL在喷W 左边一个卡扎丁在喷1 但伤害对打在卡比身上 都不太掉血的 纳美给了一个W 就瞬间肩进回满 AJ这一波是有状态的 走出来 先处理一下这个有大龙BUFF的炮车 金角开启了自己的夜之锋刃 来阻挡一下 可能不小心吃到的维鲁斯Q 但弱的在后面被Q了一箭 这一箭再过来 金角的走位 有露露的一个加速 还是躲掉了 但是这样耗下去的话 起码冰线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优势 下落冰线要过去拆这个一塔了 Q强势的一波押近 艾梅就靠着这个泰坦了 这一波吸血鬼躲在前面 AJ要越过吸血鬼 把泰坦给捶走了 那就很糟了 这个高地塔好像不好手 落了这样很危险 给了自己大招 反手 Q强势跟Q强势的瞬间拉开以后 而竟然也没有找到太好的进场空间 Q强势又瞬间把血量给拉了回来 这波艾梅想要反打 金角架齐了自己的完美 羡慕 最后一枪 波比好像是想帮忙挡 但是没有挡住 Candy7这边被打到了一枪 毕竟约德尔提醒 那枪可能是从波比头上飞过去的 这波Q强势虽然是只拿下了高地的塔 但对于艾梅来说 原本的一个平局被对面打出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冰还把下落塔拆了 大龙的一个经济 在右上角有倒计时 算15秒 然后在1000多块钱的一个差距 并不是太多 但对他们来说 已经解决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 就是如何上这个高地 他们现在其实没有人 太有人打得动这个波比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金角选择的是 要出一下这个大影魔刀 既然刚才那波关键团输了 可能M防守的时候 又要靠泰坦 能不能站出来 感觉看艾梅的比赛 都有在看篮球赛的感觉 是 这个粉丝都是在喊 防守 就要喊什么艾梅 然后就受一个 以前那种 古今QG这场 应该也对自己后面的野位 所以要注意一下 总觉得会有个泰坦 传送到后面 他们就不推边线 很聪明 现在这种控制守卫 对于 就是区域式也用控制守卫 线上眼用红眼 这个东西 其实各个战队里面 都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比较 会越来越难发生 像艾梅打W去年那种翻牌局了 线上眼都会清得比较干净 艾梅就要开始插一种 很刁砖的那种很特别的那种位置的野 但是这个就要看队友能不能扛住了 他有可能传得太远 特别卡比达站坐在最前面 没什么人可以 感觉大家也不太想打他了 特别勾一下FNB FNBW没有交 看到致命华在出手才选择交 产现英格G7 这边OZINA要进场 但伤害没有打 OZINA就看了金身 反倒是反守对方的一个伤害 打得比较逐 DWINB这边有一个金身 阻止了自己对面 挤上他的一个机会 他躺完也很尴尬 刚才可能想跟着队友一起上的 突然发现怎么没有人 这一波技能都交光的 艾梅感觉守不出自己的高地水晶 后面带AZ 又来了 双传送 就看这一波了 DWINB的血量状况不是很好 娜梅给了一个W 自己交了一个闪线 留下一个咖比 现在就是四个人强打这个波比 波比被变成了一个小动物 还在往前跑 回神打了一下 A了一下 有没有壁咚的机会 壁咚到了Rod 但最后还是被四个人给夹杀 另外一边AZ在追击 但被水炮给打住以后 这个Q技能的距离不够远 没有攻到墙 而且大龙也还没有重生 艾梅这边虽然是抓掉了一个波比 还想要来拿更多的东西 这一角 可立的是踢走了泰坦 奔风进来最后一点 蓝号喷了一个W 可能就再杀一个盲生 盲生没有被W打中 盾了一下眼 但是被AZ的一个虚无法球给跟到以后 被击杀了 艾梅这一波抓掉了上野 但没有大龙 所以只能带一个蓝Buff 对 这个时间也是比较不凑巧的 我现在看懂第一波了 第一波叫做阳弓 对 进场的时候我看到AZINA过去R进去 然后那个距离她要闪现才能打QEW 打在这个对方的ADC身上 你问一下你 结果她在那个边缘今生 然后我想说这该不会是失误 结果没想到不是 你看这一波撤退以后QG踏上了高地 拿掉了高地水晶 但暧昧的一个双船送在后方亮起 你虽然把眼牌干净了 但是我先勾引你过来打 请军入翁的一个概念 但必须要说这波艾梅不赚 这波艾梅还是亏 因为如果这波追击是一路追过去 杀了对方上野拿掉大龙 能拿大龙就很赚 对 艾梅来说就是一个反攻点 没有大龙 那进攻权还是在QG手上 这波只是阵亡了两个前排而已 艾梅拿掉了FOR 他们现在已经有三条风龙在手了 对 你说什么时候拳头会出一个 就是属性融合的一个概念 如果三条风我的火就会比较大 就是因为当初看到属性融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莫菲拳头要玩这种属性梗 相生相克 这边艾梅要来开团 先开在DWB身上 鸟队DWB身上 鸟队DWB身上血量状态还足以进场 这个卡比进来的B冬打在AJ身上 应该是掀起我AJ 那里还要激活了 但是Azina从莫方生 编络了进场 在后面秒掉了对方的双人线 哇 这边又看到了盲森 正面的作战能力配合自己DWB 要收Azina 哇 最后是反打 QG击杀了对方的三个人 一个金角在远方的四发子弹打完以后 就没有太多的输出能力了 可能踩了一波团阵 本来看到那个 刚刚跳进去秒掉AD的时候 我感觉说不定这波可以打了 对 但刚刚KLIT好像有一波漂亮的QR 我强烈的希望DWB有回放 但是大龙这边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 因为这波大龙可能会是 结束比赛的一波 暧昧看一下你们能阻止吧 进行还是没有双招的 先开启了这些封锁 先躲掉了DWB的一个腰带 另外一边卡比跟KLIT了 还在打大龙 大龙血量还有5000点 打得有点慢 KLIT走出来 找一个毕咚的一个角度 但金角是没有被毕咚 但他被红BUFF给黏住了 下一个Q技能再缓 这边先打洛了 那金角反手的一个地域伤害很高 而且救主灵刃触发以后 但没办法 这个位置被KLIT给留住 而且这一脚踢到以后 但FAYPO赶到反而是盲身先倒 洛克还没有四大招转好 最后是KLIT远程丢了一个肥皂 转起自己的锤子肩膀 再来踩一个毕咚 又被毕咚了 而且KLIT已经到了 这一波船战打到两边的人都复活 又回到了中心点再来打一波 而且现在卡比最开心的事情是 刚刚那两个人陪我打大龙打得慢 但这两个人打得比较快 他们以为我们又要动手 而且对面打也死了 本身感觉是一个堂浪进来想收割的 再看看 过来AJ有看到Azina是有TP的 这波Azina是可以过来做支援 就看一下AJ要怎么做选择 前面一个箭雨留下Azina进场的一个位置 卡比先出来又是毕咚AJ 大龙这边输出打到了KD7手上 KD7刚刚被打出了鸟盾的伤害 卡比现在被推了一下Azina以后 而Azina终于是赶到传送进场 这边瞄准了一个后排的阿里 阿里水炮并没有办法留住 Azina是闪现躲过的这个Q 而且卡比这周进场是没有毕咚这一个位置 但身上是有复活天使 艾妹这两个人感觉也不想要来击杀卡比 阻止掉了一个大龙危机 但上路这边大量的一个远程小兵 在金角首塔的情况下 把这个上路的二塔给推掉了 两边又回到了将近的起跑点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波回方 就唐昂找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把这个Azina给秒了 这个我如果是死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他还有技能 伤害量打得很足 但毕咚先是关键的踢到边缝以后QRQ 在空中上面把唐昂给打死 而且其实那一波虽然先死的是QG的双人 但泰坦的血量其实已经不足以应战了 然后那个时候波比还是蛮状态的 很健康 波比这一波 卡比想要走出狙击范围 DW先用W躲过第三发子弹进来才打到 但对方已经活到了 现在40分钟中路的外塔还在 其实刚才那三个人试了一下 发现也没有快到哪里去 这个大龙果然很烫手 但这局我觉得QG的兵线帮他们 赢了不少的东西了 下路的兵线已经是拆完了一个一塔 上路的兵线带了一个二塔 中路靠的那波大龙也是其实没有塔的 重生的一个水晶 QG想要直接硬打 对面的TP现在剩下AJ AJ在正面 所以后面方没有落背的一个危险 QG现在想要用的是 靠自己本身的一个回复能力 来正面的压掉这个水晶 拿到一路兵线权以后 再来想这条大龙 这个想法就是比较安全 这个勾 卡比很漂亮的利用W挡住 但是DW已经进场 后方鸟盾救赎 回起来DW开启金身 卡比赚起大锤 扯给卡扎钉 AJ进场 是入了一个大招 缓住 应该是要留卡比 卡比身材是还有复活天使的 后面伤害好像不太够 金脚反身 知道温柔是一个Q技能 但是DW正面 被留住了 AJ一个极限距离的Q技能 留住了阿里 飞带空那个堂囊 被水炮打到了AJ的伤害法 娜美给其杀掉了 这波QG虽然是点掉了高地水晶 但也不足了两个人员 而且这波暧昧是可以直接来打大龙的 但是盲森也还在 我的天 这波很精彩 博比这边还是有破火甲的 盲森已经从上面过来了 一个LULU残血 好像只能守不住 这两一脚 这技能直接雷霆 暴死LULU 大龙剩下4000多截 卡比已经在大龙池里面 跟对方混战了 大龙是在偷偷旁边放箭 但是没有射中 大龙现在很困惑 我到底要打谁 我这一把是支持I-MAI还是支持QG 大龙感觉 无差别攻击 卡比还有复活天使 但I-MAI处理得很小心 现在停手大龙 但是CLENA进场 搶了 大龙被拿走了 而且卡比站起来 壁动了一下 好险后续金角的伤害够高 而且Ben4这边也是 利用品尝恐惧 直接秒杀掉了卡比 要不然如果卡莎丁还被换掉的话 I-MAI这波要出大事 你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 这个大龙站在哪一边 可能前面小龙都是站在I-MAI这边 大龙想了想不行 我要站在我儿子那边 打峡谷先锋的人 还是要支持一下 其实这个局 我觉得I-MAI处理得 已经算有经验了 我觉得 LULU不应该在上面 LULU这个问题 我觉得她是想要抓一下 对方大跃的一个位置 但是她没有扭过那个Q 我觉得那就是 我觉得她真的队友 可能都还能放一点技能 不会死那么快 I-MAI掉了大龙 来打元武巨龙 结果是兵线上面的一个回推 所以这条元武巨龙 是四条亚龙的一个加成 她的灼烧效果有了四倍的提升 而且把三条蜂龙瞬间变成了 三乘以1.50 4.5条蜂龙的一个加速 如果他们是优势的话 这个时候就 边线一直牵制 可能会让QG很难受 但是这场一直是 QG的边线领先 导致I-MAI的这个蜂龙属性 好像发挥得不太理想 卡萨丁现在拖战跑速 有496这里感性 那是跑速吗 对 那是跑速 496的一个卡萨丁 跑得很快 那现在I-MAI如果 利用兵线去牵扯一下 还是要先把对方的中路给打通起来 现在中路那个挖塔赛 对于I-MAI的一个进攻节奏 是很受处的 这波一边是远古巨龙 一边是 大龙buff 但QG大龙buff好像没有 剩几个人有 应该剩 维鲁斯跟纳美身上有 大龙buff的一个加持 两支队伍熬战到44分钟 44秒 经济差400块钱 啊 这一攻 VB很快的W 卡比也是反射性的 赚起了自己的大锤 现在这个时间点 对于QG来说 比较大的问题是 维鲁斯的一个伤害能力 不像前面来的这么的有效了 所以打太坦是没什么感觉 而且他现在的大气率 好像也没有出到 身上应该只有一个小的 那个死心声告 反倒是对方的一个伤害 是近的一个W吗 把KP身队的血量打财 而且这一枪有打到 可力的赶紧过来护卫 后方的一个Candy7 这边AJ已经越过了 中路的外塔 但中路外塔在这个时间点 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伤害能力的 拿到了一座外塔 新的大刀开掉 但上路的兵线又岌岌可威 QG似乎是想要趁着 这波上路的兵线 利用最后一丝的大龙MUFF的时间 来压制一下 尔西娜赶紧利用爆裂果实过来 卡当兵后期的亲密能力 是可以的 两边感觉都没有要继续的进逼了 回身整理自己被推的上下线 再往后拖 我们来讨论一下 后期的阵容的一个自胜点吧 现在波比的一个坦度不是像QG前面进逼的时候这么的 就是后面的双C都有了穿透以后是打得动 这个波比 但艾妹这边的后期的一个伤害核心变得比较多 也是刚刚我们看到 就是艾妹跟Athena两个人在AJ 在左边这边睁眼的这个位置被抓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进场就足以直接秒杀两个人的一个能力 因为那时候金角是站在暗上很远的位置 只给了四发子弹 但QG这边的一个阵容 很仰赖的是前排两个人的状态 不能卖血卖的太多 吸血鬼跟波比现在不能像之前那样 就是被对方给摆号 上去被无限勾对 对 因为维鲁斯本来就不是一个打后期特别强的 在前中期会比较有优势一点 因为他出的装备 不利于他在后期做那种走坎的输出 然后这场进的话 随着他的装备成长 很有可能吸血鬼进去 可能想卖一波 突然就被点死了 另外一个点是 现在在复活天使上面 卖一阶是赢了一手 波比刚刚在大龙池里面 是被打掉了自己的春歌 然后在打野位置上面 两边应该都在努力的 把这个春歌给存出来 局面上面这一场游戏 可能还要再往后进行一些 这场可能会变成一个 两场团阵的BO3 现在没有远古巨龙 也没有大龙 因为前面那个关键的BO3 那个关键的团战士 帮QG拖了很长时间 虽然他们现在阵容 不占优势了已经 但是他们有足够的兵线牵制 中间拖了很长时间 这种时候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了 那好像暧昧还是任性强一点吧 按照以往的传统来说 打这种BO5的一个 BO3最后一把局势上面 暧昧的一个心态上面是 的确经历上面是比较健康的 那今天大龙那就又说不好了 这时候还就让我想起了YM 想起了朴老师的队伍 但现在LSPL他们春节洋 目前还没有败过 经过了几个赛季的磨练 对 很有可能终于要再LPL见到了 所以人生不是 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嘛 YM现在 中路的外塔拔掉以后 的确在冰线上面 就不会完全的受制于QG的压制 这两边C位的装备 Duby这边应该是要把腰带给卖掉 我觉得腰带是可以考虑卖的 腰带在后期的一个性价比只有位移 但可能Duby又认为这个位移 对他来说很重要 身上没有绿甲 大扫描过来看一下 维持一下 因为刚刚对方是中路推进以后转了蓝区 但这个大扫描开的比较早 对方的眼其实是都在中路的河道附近 对半分钟刷大龙了 这个时间应该不能有差错 好 这波BENFORCE先拿到自己的春哥 CLEAR还没有回城 不知道回城能不能买到春哥 我们又到了比谁春哥拖的一个时间点了 尔西娜这边还有一个多一个TP 冰线牵扯上面其实是曖昧有一点优势的 现在你的上单 两边的上单都要被迫来正面 防止自己的C位直接被开团秒杀 但我多了一个卡萨丁给做分带 这对于QG来说是挺头疼的 艾梅现在也很聪明 就防止你开大龙 这边Ezina 巫妖砍一下塔是暴血 两刀就掉了 过来这波代仙好像也做了很久的准备 那QG也没办法只能大龙 要不然下路就白亏了 卡比刚刚是不是想要回城 但已经被打断了 近开起大招 大龙血量 让泰坦先被击飞以后 QG应该是想要拿 台湾现在被冰冻了 这个距离 卡丽特拿下了这个大龙 并没有被VB给抢走 VB那边进场伤害打得很高 若得被逼出一个闪现 VB那边的位置也有点危险 被定住了以后开起血池往后拉 AJ这边大招前行了三个 但后续的输出只有金角 可以都跟上 一个R3把金角推回来 前提前本在暗下面射死了对面 但是VB这边承担了一个输出 唐昂已经起飞 连续两下救赎林灯出发 克里特剩下最后一世线 另外一遍 AJ跟DweeB打成一团 三大堂 进场 但最后被DweeB反手给打掉 两个春哥 DweeB这边也没有后续的春哥 所以要赶紧走 AJ这一勾 血池躲过了 卡比刚刚是回去整理了一下下路兵线 卡比丁传送到家里去了 这个爆裂果实被勾掉 但DweeB身上有腰带 DweeB过来 W没有碰到他 他现在空中有一个金身 哇 真是续了一个一技能马 反手 一打到 DweeB的鞋回起来了 下一个Q AJ就要走了 AJ下一个钩子 冷却怎么样 有没有蓝号 哇 三条风龙 太给力了 跑得太快了 移动坦克车 哇 这波如果不是DweeB的一波极限操作 很危险 下路那个卡扎丁传送过去 那个波比好像拿他没什么办法 哇 刚刚那一角 克力的 成功的两边的AD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大同团 卡比锤飞了一个人以后 纳梅海浪终端掉金角的最后一下 Denfo进来 Rulu给了大 这波其实Kennie Seven已经找了一个位置 偷了很多伤害了 对 他那个位置找得很好 他在底下放了一个Q技能 然后后面又放了一个大 这一键又打到弱了 这一键又打到弱了 打到Rulu了 后面又给了一个大 打金角好像是 这个大都很漂亮 Kennie Seven留住了金角 但是堂皇有货奖起飞 对 但Denfo 但Denfo后面利用吸血鬼的一个W跟QE的一个回血 其实也是撑了非常非常久 就是剩下一丝血的Denfo没有倒下 这波起尔西娜并没有来参团 尔西娜是在下路分带掉了QG的高地 中路的埃昧高地水晶式已经重生 大龙Buff应该只留下Dwin Beat 还有上单的 Kabi的波比的应该也还有大龙Buff 下路的兵线应该可以在大龙Buff下面 即使有超级兵能维持住 但艾妹又来了 又是这一招 我的卡扎林粉带 压力都会给在QG这边 QG就是要想办法不断地进攻 所以的确Dwin Beat把自己的腰带给卖了 但刚刚那个腰带其实就是他一命 在上路那个爆裂果实转角的一个位置 而且他们现在好像只剩下波比一个大龙Buff吧 那波比好像也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 你看Dwin Beat出了什么 他出了一个炉灯的回声 加一下跑速 三条风龙太能跑了 感觉很不合理 就看到泰坦那么一个庞然大 我跑得比虚伟的快 好想说AJ没有用那个太空人的泰坦 你知道那个跑速很快的时候 那个画面感觉 他会蹦跳得特别快 那个画面会很动 踢蹦也有跟那个宇航员的皮肤 就走路跟那个感觉差不多 很皮 看起来很想抓他打一顿是吧 对 不行啊 人家是抓你过来打一顿的人 这两个衣服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上一波曖昧在吹上卡塔丁的情况下 团最后是被Dwin Beat把残局给收下来 这波是两边正面五打五 右边泰坦要准备进场 远古巨龙八千多滴血 AJ走进来 近居起枪开启 纳梅反手大招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前奏 后续进场的AJ一个大招 击飞了很多人 尔森亚前面打到半条 谁在上面只敢poke 这一脚Q1过去大龙 远古巨龙是谁的 可力的又是惩戒下来 而且波比击飞掉了太太以后 把金角的留住 Q1命中 但是金角在自己倒下之前 反手的一枪 也点死了对面的ADC Candy7而且尔森亚这边一不做二不休 我以为她要去BD了 原来她是要回家 下路的兵线还没到 如果这波兵线到的话 卡莎丁一定会去你的门牙塔前面给压力 是 因为以沙现在的这个AP跟无瑶 三刀这个门牙塔断一根 这一波金角虽然被留了 但最后那一枪太关键 这波如果Candy7没有倒 对 有可能曖昧要一倍一波 而且刚才那个卡莎丁被对方盯太久了 找不到进场空间 也继续吃了个羞肉啊 对 纳美一直盯着她 哎几波关键的惩戒 感觉还是Candy7的这边 更加稳一点 怎么说 守龙看Candy 抢龙看Candy 感觉LPU 今天也抢了一条 抢了一条守了两条吗 对 人上单都已经到400补刀了 游戏时间到了55分钟30秒 我们是不是破纪录了 这场是龙的报恩可能 就前面QG三局B O3都不打龙 上次GG打NewB最长时长 那应该是我们解说的对吧 到底是谁有毒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谈清楚这个话题 这把可能要60分钟 分了60分钟去了 是本身觉得两波团 但是后面几波团都打得有来有回 就这两个阵容摆下来 你就很难打团灭的阵容 这原本阿妹这边的阵容 还笨重一点 但有三条疯龙以后就不一样了 但QG这条第二条的远古巨龙 也是知道不能再给阿妹拿 你看克里的春哥都已经卖了 再买一次女王面纱 等待这个春哥的一个时间 阿西纳则是出了一个春哥 三春哥的进场 给他进场空间 但另外一边 Kenny7也出了一个春哥 就中路的高级水晶 这边的一个团战 W正然打到了吸血管 但没有先着行的伤害 没有造成定身 他比春哥已经是怕不出来 这个水晶要掉了 而Kenny7下方准备进场 最后一枪 金脚有打出来 这边救赎乃雷架QG的队员 但包夹的阵型已经摆出来 但右边好像被突破了 而Kenny7进场在左侧开启了一个金身 另外一边 AJ回来配合Benbo的一个伤害 击杀掉了Dwin B 可乐这边又被AJ给定住 螳螂再往前跳 卡达丁并没有倒下 应该是闪现R技能已经逃脱 AJ正面打掉了Kenny7 最后一枪 1109的一个暴击 威鲁兹站起来揍不掉 AJ 一个惊涛骇浪 是直接踩死了在旁边复活起来的Kenny7 这波QG只剩下阿里跟Kabi的话 AIMA应该要一波了 刚才画面都集中在左边 就是卡达丁切的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CLID和Dwin B 是过去想给阿里给的MAT太深浪 感觉想扎金角 复活时间38秒 中路要从二打开始拆起 我觉得好像要一波了 这个时间应该是来不及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纳美 断冰线 断冰线 这是对的 纳美在断冰线 纳美断冰线有点慢就是 对 他让Bing不要过去就行了 他把Bing给带走 但是Bing其实没有办法被拉走的 所以阿里这边要拿Lowen去挡 一直W自己 然后Q小兵 把兵给留住 这样子的话卡会比较硬 但好像也不是很硬 时间太后面了 那AIMA 门牙塔打掉 AIMA赢了 你终于喊出这句话是吧 等了一整场 果然是拿了这个英雄 就招牌英雄还是要自尽一下吧 60分钟了吧 好像差不多要到60分钟的一个时长 而且这局还是放了维鲁斯 就是其他队伍可能 觉得不太能够放的英雄 这局还赢了 我有点精疲力尽这把比赛 怎么说 后面那边 Athena 虽然整场比赛 她做的功能是分带 打团里面 她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发挥 但最后那边 她进去用自己金身跟复活天使 卖掉 给了右边坦克重整 去救出自己的ADC 而且是这把团战 艾妹能赢下来的一个巨大关键 虽然其实我们没有右边的画面 不知道进场的 为什么金角最后是没有倒下 因为我刚刚看到她 应该是被盲森给踢到了 她被盲森的天音波给命中 我们觉得再给两支队伍 熬战了三场比赛 打了 加起来 总 时长应该有 一百多分钟的一个时间 反正打完这局 QG肯定不是联赛 平均时长最快的了吗 对吧 被艾妹强行 带入了一个慢的节奏 带入了自己的节奏 两支队伍都表现得很精彩 这边孙大夫教练也上来 跟自己的队员起场 我觉得两支队伍都在 第三场比赛 发挥了很大的一个韧性 我觉得两支队伍都在今年 在LPO绝对是一个中偏上 有机会继续往上窜的队伍 对 艾妹给自己拿了关键的一分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三分的队伍太多了 其实还处于一个中下半区 拿到这一分之后 就可以挤到上半区了一个 应该是胜率刚好拉到50了 大分拉到了50 而QG比较可惜 现在B组的一个一二名 现在就看W跟EDG 来做一个追逐了 毕竟也是坐稳了 B组第三的一个位置 对于QG来说 好